真的是這樣 好像本地 就是在那邊本地的人都知道 但只有那個外地的人會停停車場 所以會去停停車場的都是 外地去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只要你不要擋到人家的 重要的路口或什麼 應該也不會 連開單好像都很難 脫掉好像只有一台兩台車 所以通常也不會脫掉 我很少看到有被脫掉的 但是還好 我覺得那邊 因為可能是一種 不成文的啦 這個是不是跟我們的市長也有關係 算是他的德政嗎 不然的話我之前 那個三重 住三重 你要五分鐘車就被拖走了 去領的話要兩千億 也是很很很誇張 OK好 那這題外話 所以找到之後的話有沒有 你就可以找附近景點 那附近景點按右鍵 附近景點其實就點他了 搜尋的結果 因為現在已經找到 他會有個地標出來 OK 第一個這題外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你 像我也習慣去 比如說像我去宜蘭玩 我不知道附近有什麼好玩對不對 我也會利用搜尋結果 然後會看幾顆星 還有幾個評論 如果幾顆星多的話 那表示那個地方應該不難玩 而且還要看一下評論 評論 如果那一家餐廳 很多被罵得很閃 或者是有有老鼠有髒 那你就不會去了 OK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了這個 Google 地圖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其實呢 他的野心 不是只有做地圖啦 他就是利用地圖 把你食衣住行 娛樂吃喝玩樂 隨便都全部都整合進來之後 經過他都要錢 所以他現在有做一些廣告 有沒有 比如說你手機附近 你只要到附近 他就會傳一個簡訊給你 他他有做這種廣告行銷 然後如果你收到了 去他那邊吃飯吃飯的話 他會給你抽抽一個費用 好像有Google 這種類似的這種行銷方式 OK 那我們回過頭來說 我如何查到經緯度 其實非常簡單 搜尋完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你直接在上面 按右鍵 非常簡單 這個點有沒有 我回到最最早 我們找到這個點之後 找到的是 曹進公園 這個 就是只要找到某個點 按右鍵 在上方有沒有 你就按一個右鍵 右鍵裡面 會出現什麼 右鍵 要怎麼查到那個 經緯度呢 請各位看一下最下面是不是 這裡 這是哪裡 有沒有 這是哪裡點下去 各位可以發現 經緯度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經度 緯度 就在這裡 所以 如果你想要查景點的話 先搜尋 有哪些景點 然後呢 查幾個景點 把這一串 這個是 潮進公園 然後空一格 經緯度 什麼經緯度 什麼經緯 再來就是做 我們要做的一個清單嘛 連過去就跳到那邊去 連過去就跳到那邊去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自行去Google地圖上面 收集經緯度 不用太多啦 大概先做個五個就好了 三個五個就可以啦 練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